我們其實整個廣時博愛園區裡面是有分三塊 一塊是公園的部分 那現在其實已經有一部分已經開放給大家使用當中 那另外一部分在公園旁邊圍離的部分裡面有一塊是商業用幣 那那個未來會由台政局這邊他們去做開發 那今天主要談的是我們有一部分廣時 還有後面福德平財這一塊我們所稱為的北基地的部分 作為社會福利設施的部分 那未來社會局在這邊預定會規劃的設施大概會有四大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因為其實我們房司原來就是以照顧長輩為主 所以其實以照顧長輩尤其我們目前高齡化社會 那個我們65歲以上的人口越來越多的情況之下 相關的一些照顧服務的設施未來也會在這邊來做一些規劃 那這個有包括剛剛議員有提到的 就是我們老人照顧的安養護機構 還有就是像我們家裡有很多長輩 可能子女平常白天要到外面去工作 那可是長輩又需要照顧的人 後在這邊也會規劃有那個長輩的日間照顧的設施 那還有就是我們另外在這邊也會有一個老人服務中心 就是讓我們周邊裡人家中的長輩都能夠到老人服務中心這邊來活動 那他也會提供我們信義區周邊長輩的一些服務 所以第一個老人相關的服務設施是一個重要的規劃 那第二個部分是因為市府其實看到有很多包含身心障礙者或者是長輩 其實他可能可能會因為重工啊或是可能車禍等等一些因素 他因為受傷了或是失能了沒有辦法照顧自己 可是因為在緊急醫療之後沒有一些密集的復健的服務導致 他未來可能會需要花很多的錢跟人力在照顧上面 所以我們特別希望在醫院到長期照顧中間這一段 如果他有需要復健服務的時候 在我們廣直的這塊基地能提供一個失能重建跟復健的設施 那這個未來會進駐一些醫療復健等等的一些專業人員 那在設施上也會有一些復健的設施跟器材 甚至是無障礙的活力健康區 同時讓市民可以來這邊去做一些復健 還有有一些運動的設施也能讓我們周邊的裏民 也能夠來使用的設施會規劃在裡面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剛剛也有提到的 就是在這邊因為早期有福德平宅 所以我們在這邊未來也會配合都發局在這邊 會有一些老人跟公營出租住宅共購的一個相關的住宅的服務在裡面 那最後其實大家也很關心說除了社會福利設施之外 其實我們這邊開發之後可能會帶動附近的一些發展 那也會需要周邊的一些服務設施 那比如說商店啊或是說我們未來進駐的家庭 它可能會有親子館或是托嬰等等的一些服務等等 那這一間公共服務的生活的設施都會包含在裡面 那圖書分館也會包含在裡面 那所以目前社福設施的一些社福相關的設施規劃 大概是這個四大的部分 那其他剛剛提到那個容金提高之後公營出租住宅的部分 等一下再請我們都發局跟大家說明 那以上報告謝謝 我們下一個請那個都發局的協助長 議員然後兩位理長 各位視頻大家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對這個都計畫案先做個說明 那第一個就是在程序的部分 剛剛議員也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這案子是在去年的12月底公展 那目前是公展結束 那後續他是會提到我們市都委會來進行一個審議 那所以這個期間呢 依照這個都計畫的規定 如果大家有意見的話都可以透過就是說 你用書面的方式來跟我們都委會表達 那我想這個這段期間我們也收到大家的一些意見 那我們也都會轉給都委會 那各位的意見我們也目前都有一些反應 就是造成地方衝擊的部分 我們都有在演繹啦 這是第一點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有關這整個 當時候都計畫內容的一個變更 我稍微做一個說明 那這塊基地其實他 大家知道之前是廣時國外院跟這個福德平台 那後來因為他是5859年就開始使用 那後來因為建物老舊了 所以在90幾年的時候 我們重新檢討 希望規劃一個 因為考量現在政府財政的問題 那希望規劃一個商業區 然後透過委外開發的方式 透過這商業區的開發 來挹注我們這個社會福利設施的整個裁員 那不過從95年開始進行的時候 後來這個案子在委託的部分不是很順利 所以後來我們必須要重新來檢討 做這塊土地的重新的利用 那因為時空背景當然有一些調整 那當然現在因為整個住宅的問題 所以重新檢討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們當然有考慮剛才社會局提的 有關這個社會福利的相關的這些設施 把它考量以後呢 我們重新把它就是規劃說 未來會有公營住財這個部分的一個引進 那其實在這個容積率的部分 我想大家也知道 非常的擔心這個部分 那不過這個部分 我們其實400部分 其實剛剛有提到 它本來這個都市計劃在95年以前 它其實就是機關用率 那它的強度本來就是400 那是因為在95年的時候 當時候因為它就是 因為只有蓋這個相關的這個社府設施 所以當時候有考量的情況下 當時候的都市計劃是把它 佐減到這個200 那這一次我們是 以這個 這次重新再訂定這個都市計劃容積強度的時候 是以不超過原來這個機關用地 它這個400的強度之下 也就是原來整體的這個開發面積 總量的這個不變的情況下 我們把它佐雨提升啊 那我想這個部分 當然大家都有一些意見 那不過我想 這個部分的權利呢 到時候會有都委會決定 那這目前只是我們市府 提出了這個版本 那大家如果對這個部分有意見呢 也就是反應啊 到時候到都委會委員會做一個審柱啦 那我們還是有做過一些初步的評估 包含像交通的部分 那當然確實沒有錯 它引入的人口 當然會對地區造成一定的交通衝擊 那包含周邊的這個陸府寬度 那所以這部分 也許我們交通局或府內單位都做過研議 就是說也許是透過這個取消停車格 那這當然這會影響到地區的這些生活狀況 那不過這部分 或許後續因為裡面有一些 基地的開發 可以在基地裡面另外設這個停車場 來滿足整個地區的需求 所以大致上 在交通的這個評估的部分 其實當時有做過一定的評估 那當然我知道 還有一些里民關心整個這個日照權 或等等的部分 那這個後續因為 就是比較偏向這個建築設計 那這個部分 也有張茫然議員出來協調 那這個部分 我們也會在後續的這個建築設計裡面 再去參採大家的意見 做一個整體性的考量 那我是不是先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下一個請環保局副局長 好 就是它對於這個容積 當然容積大家關心的就是這個高度 那規定的就是說 如果你要蓋住宅的話 那麼在30層樓以上 30層樓以上的話 就要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如果是商業大樓 它比較嚴格 20層樓的話 要做環境影響評估 所以我們目前從這個 就是都發局在公展的這樣子 這個土地使用管制計畫 這個草案裡面看起來的話 其實我們還沒有辦法來了解到說 它未來的這個樓層會有多高 那不過這個部分 我們環保局會密切來了解 跟就是我們府內也會相關單位 會來對於要不要做環境影響評估 我們會就是來跟都發局 跟還有我們社會局 儘早來做這個準備 我想先報告這樣 請那個禁管處 來跟我們報告 議員兩位領導 各位清明大家好 就禁管處今天 為大家說明日照群的部分 因為目前整個廣域 國外院上會做氣附的規劃設計 那就儘管法令這個部分 它是會日照 有一個冬季日照的規定 不過那是僅僅住宅區 然後它是就基地裡面來檢討說 會不會影響到 林地冬季日照的一個小時的那個日照群 所以縱使那個建物配置完畢之後 建築師的規劃監討 還是要符合技術規則的規則 那這已經是比較後端了 那市民如果有任何對於日照群的意見 或者是規劃的建議 也可以去給我們那個發展局那邊 來做一個規劃的探討 提上去 那種既然會是有時候 有時候再加進去 那種既然會有時候 一個洋蔡的方式 可以在家裏面上看到